这个是原来的 我只要合并的话就是这个 合并这个程式里面多一个动作 记得Rise 本来Rise的时候是一个换行 我只是多动一个手脚 变成两个换行 才有办法分割 但未来不是说一定是两个换行 也许当然你只要能够辨识说 我要将来要把它分割的地方 有一个特殊的符号就可以了 那个符号跟别的地方不会重复的 那就可以了 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或什么什么 也不能让大家看出来 或什么 后面可以塞什么 这些换行 塞很多空白 塞十个空白 总不会有别的地方 还有刚好十个空白 如果有 那你就不能用十个空白 十个空白 会重复在二十个空白 对不对 反正你就是在后面 加上一些特殊符号 作为辨识 你就可以再把它分割 所以我这边是用两个换行 因为一定不会跟别的地方重复 所以我把它执行的话 执行完删掉这些东西 所以执行就这样 OK 所以执行完 然后剩下all 就大概这样 OK 然后和完之后再分 分的话就是把它打开 然后读取它 从零开始往下找 找到不等于负一 也就是等于负一 就才离开这个回圈 OK 然后找到之后 就是把它的十五 十六 刚好十五十六 很凑巧的 刚好就是 它那个档案的档名 负档名就点tst自己加一下 刚刚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是我想出来 我是觉得应该程式 比较短 而且也比较好理解的一种写法 OK 这个是以前我写Java 写VB 也曾经写过 只是说我把同样逻辑 转变一下 然后把它改成Python逻辑 可以啦 OK 至于说要怎么用Split 也可不可以做出来 你回去 也许老同学回去试试看吧 然后我把它执行 并且把这个什么 一定要Close 这个没有Close 会发生错误 OK 把这个O.TAG3除掉 分割完成 有没有 O.TAG就不见了 好 这样就恢复了 OK 所以可以分可以合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就先打住了 那后面还有什么可以延伸的 其实 你也可以改用VBA 底下我有讲 其实VBA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DIR DIR有点像那个Python里面 All is the work OK 那但是又有点不太一样 只是说有兴趣同学 我把程式他会放这里 可以自行再稍微了解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干脆直接先挑到哪里 挑到底下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资料库 OK 所以底下的话 待会请各位直接看 41页部分 我们待会的话 会来直接讲 就是有关 那个Sequel Line的部分 那这个Sequel Line资料库 其实内建在Python 那也就是说 其实资料库 你应该学哪些东西 第一个 如何新增资料库 第二个 如何新增一个资料表 因为一个资料库 可以放很多的表 那表 有点像Eseel 那表的话呢 应该需要有哪些栏位 像Eseel 哪些栏位名称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学会 如何把资料 放到那个表里面去 一笔 Raker 一笔记录 很像 一笔一笔的放进去 OK 那这个地方 该怎么完成 首先的话 当然第一个 这个Sequel Line资料库 是内建在Python里面的 OK 所以你不需要再额外安装 但是你想说 那这跟Eseel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蛮像的 只是说Eseel 有没有Eseel 本身也是一栏一栏的 只是说Eseel 它有点比较偷懒 它反正都给你的 那Python这个资料库的话 就是变成你要自己去定义 然后给它名称 那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资料 资料栏位呢 到底用什么形态 最常用到就是Integer 你可以放数字 Double的话 或Real 就是你可以放小数点 Test的话 就是你可以放文字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说 你要该放 先用大数据好了 来源 形态不确定的话 那怎么办 你全部放Test就好了 因为Test可以放文字 也可以放数字 也可以放小数点 只是麻烦一点说 如果你将来要计算的时候 你必须要转型 否则你没办法计算 差别在这里而已 另外还有一点 如果你将来 栏位的形态都用Test的话 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执行的效率会比较差 至于差多少 其实如果你资料量不是那种几百万笔 其实会感觉不太出来 意思是说 你刚开始练习 你刚才全部用Test 轮 可以了 那这样有好处 比较不会出错 等到你已经熟练了 你再去改善关系 OK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第一步 如何做刚刚那些事情 比如要包含新增资料库 新增资料表 栏位这些动作 因为要打很多层次 而且很容易出错 所以我建议你们待会先做一件事 就是直接拿范本来操作比较快 至少因为范本大概都差不多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先new一个新的module 然后名称的话也许叫什么 我大概取个SQLite01好了 类似像这样finish 然后cancer一下 第二步的话 你干脆就直接拿这个范例来做修改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就大致上该有的都有 那这个范例里面的话 我再会叙述一下 这里面呢就第一步 我们是input什么SQLite3 意思就是拿这个模组 OK 去做我们资料库的操作 那哪些操作 第一个一定要建一个资料库 所以这个资料库档名叫什么 柯泽01.db 柯泽01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你可以取别的名称 点db是它的副档名 OK 也就是说将来这个资料库 它是一个档案 会放哪里呢 会放在这个旁边 OK 那这个connect是什么意思呢 connect 字面上意思是连结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它有两个用途 一个是说如果这个档案存在的时候 那就连 如果不存在的话 就quiet 就建立 所以connect是不存在就帮你建 OK 好 所以呢 前面的话呢 一样会产生一个什么 co 这个也是一全面 就是一个什么 有点像是资料库物件 然后把它取 com 物件叫资料库物件 对应的就是这个 有点有点像那个 f 等于open open 之后那个档案 档案不是会有一个f 物件 那这个是资料库物件 名称习惯就取这个 那另外底下的话呢 利用资料库物件 点cursor cursor的话 英文的意思呢 大部分是指的是 那个什么 游标 像这个游标 cursor 可是在这里 其实应该指的是要资料表 cursor的话应该是指的是一个 资料表的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方法 然后前面的话就产生一个资料表物件 资料库物件 产生一个资料表物件 产生一个资料表物件 这两个做什么 顾名是什么 就是控制资料库 控制资料表 底下的话呢 做什么了 sql stream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因为呢 现在的资料库都支援叫seql语法 这个seql语法的话 其实就是跟资料库沟通的一种语言 这一行意思是什么 create a table 意思是什么 帮我建一个资料表 后面这个叙述的话 if not release 就是如果不存在的话 如果存在就是把它打开就对 如果不存在的话呢 就帮我怎么样 建立 table01 这个是换好了 这个可以把它接在一起好了 ok 后面的话呢 不阿虎 就放两个栏位 哪两个栏位呢 一个number 一个tl 电话 意思是说 这个是 什么 编号 这个是 电话 哪个编号 哪个电话 所以有两个栏位 我们只是做个 做个测试而已 ok 那底下的部分的话 有个什么 科色 资料表物件 他有个方法叫execute execute有点像跟他勾 就是跟资料库沟通 你帮我传话 跟资料库讲一下 说帮我做上面的事情 这个时候他如果听懂的话 他就帮你建一个什么 table01 两个栏位 栏位形态是文字 好 那再来的话呢 下面这个动作是什么 帮我放资料进去 insert into 到哪里呢 到这个table 因为我产生了嘛 然后value加s values 里面就放什么呢 编号1号 电话是什么 ok 然后一样execute 再透过那个 cursor的这个物件 资料表物件 帮我传讯息 帮我新增一下 ok 最后的话 commit确定放进去 close就连线 断掉 关闭连线 好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 在这个地方执行 不过目前的话 你可能还看不到结果 因为他只是什么 最后最好这边应该是加一个print ok 写入成功 这边可能再加一个序 因为如果没个叙述的话 感觉好像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写入成功 好 ok 好 那我们已经写入成功 那再来的话呢 可能要锁动一下 将来这个可以再自己把它改成自动模式 那再来就是编号本来1号 对不对 跑到这边去 ok 那再把这个什么 把它改成2号 一时类推 不是 刚刚我那个没有按enter 这边2号 那再把这个什么 改一个123 这边把它随便改一个电话 好 然后再执行 写入成功 第二笔 一样 反正你们就大概练习3笔好了 第3号 那这边的话呢 随便改一下 ok 好再执行 所以呢我目前 已经写了3笔资料进去了 但 可是问题 我怎么知道写到哪边去 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范例是在云端的第42页的地方 画面还给各位 写一下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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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